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剧本精彩有趣 最大的原因就是演员们的化学反应很好 再次应验了那一句 男女主有CP感是爱情剧成功的关键要素 在如今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下 有这样一步可以缓解焦虑 让人全程嘴角上扬的爱情剧的诞生 个人觉得是真的一件很感恩的事情 当初爱得迫降时 猫猫也是全程磕玄冰和孙艺珍 写过数百篇两位很多暗戳戳的糖 如今看社内相亲 我又不由自主地磕起了安孝蟹和近视症 戏外互动的糖比距离还甜 不磕不知道 两位有很多糖和真CP 玄冰 孙艺珍高度相似 当初磕玄冰和孙艺珍最大的感受就是 男方在遇到女方后的性格变化太明显 玄冰从高冷男神变成了开朗大男孩 每次同框 全程眼光都放在孙艺珍身上 变成了玄丁丁 只给我们看侧脸 满脸都是藏不住的笑容 安孝蟹也不例外 遇到金氏正前 他还是位高度设恐的害羞慢热男 前搭档李生金曾公开的表示 让他逗笑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但在外向开朗的金氏正身旁 他的性格昼眼可见的开朗活泼 拍摄状态也较明显 放松开心了 少言难采访的他变得十分健谈 更有意思的是 他也接棒前辈玄冰变成了安丁丁 不管是发布会 授访 花絮等 都是全程紧盯金氏正 露出灿笑 喜欢的不要太明显 一脸吃汗脸 画面像极了玄冰丁孙艺珍 金氏正不在身边 单独受访的他 就又回归了那个手脚无处安放的射恐状态了 玄冰首次在公共场合表白时 提及孙艺珍感谢我最好的搭档 而安孝蟹也公开赞美金氏正 她是最佳的搭档 全程不顾以往其他女搭档的想法 系里的下泰CP双向奔赴 戏外的安孝蟹和金氏正则是双向奔赴 两位不管是公开场合是私下 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欣赏 越来越开朗的安孝蟹在花絮里更是变得情话不爱 开聊金氏正 两人在拍游乐场玩耍花絮时 当金氏正指责发顾问 欧巴是喜欢搞笑的还是可爱的时 他竟然说出了 我喜欢你喜欢的这样的话 让人想不可都难 金氏正也很懂得反馈 在隔离期的第二天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开拍前安孝蟹送的书 一本有关心理健康成长的 名为被讨厌的勇气的书席 还悴悴念叨了 一天就读完了 我为什么才读呢 如果说社交平台上的互动是售后营业的话 那拍吻戏时轻到停不下来呢 25号早 下台CP的两段吻戏释出 不同于正片里点到极致的吻戏 花絮里的两位轻到难分舍 最后还是导演喊话 你们两个闻开点已经亲了很多了 能亲的都亲了 两位才笑着停止 花絮里 有三段情景是没有剧本的 第一个是金氏正在亲吻时流下了眼泪 第二个是 安孝蟹很自然的擦干了金氏正脸上的泪 第三个就是 两位亲吻对视后直接拥抱在一起 一段吻戏 三个即兴发挥 让屏幕外的观众冒起了粉红泡泡 纷纷直呼 太好磕了 不是真情流露是什么 当初猫猫为何磕死玄冰和孙一珍 也是因为花絮里的糖太好磕 当玄冰借酒表白 我想留在这里 想和你结婚 生双胞胎女儿时 一向自持的孙一珍竟然情难自控的 哭得停不下来 完全超乎了剧本里 眼角泛红的要求 只有女生真正动心了 才能有如此真挚又感人的举止 和可爱明朗的孙一珍一样 金氏正也跌到了安孝系骨子里的可爱和少年感 两位高冷男神都是被女神童话成了月牙野 玛丽同慌都是一个在闹 一个在笑 让人看得全程嘴角上扬 唯一不同的就是两位后辈都处在世界上升期 如果真在一起 大概率也不会公开 更不会那么快走进婚姻殿堂 看好两位的朋友 不妨先喝糖 静待花开 欢迎订阅 再次回见 再次回见